今天有上百位出版业与文学界人士成立台湾出版自由阵线 要求文化部公开两岸文化协议的谈判项目 以及业界代表名单内容 并且举行公听会 让出版团体可以参与监督 同时他们宣告五一劳动节 会参加凯达格兰大道的劳工游行 希望文化部长龙应台可以倾听文化劳工的心声 龙应台拽购五一上街头 市任哄红 作家杨索 以及众多独立书店负责人 其声要求文化部长龙应台出面踹贡 他们痛批文化部不可以让两岸文化协议 像服貌争议一样 企图用黑箱蒙混过关 这如果整个程序包含谈判 包含是谁去谈的 这个部分都能够公开化透明化 那我们就可以非常的清楚说 到底我们业界就是要的是什么 不要的是什么 目前已经有超过1500人 50个议文团体以上参与联署 诉求内容 遍及服貌文化协议和出牌业等 其中包括面对大陆低价书籍抢市 要求文化部落实 统一图书批价 以及定价销售制度 像我们的附近有好几家大陆书店 一般卖建立制的书店 他们那个价钱呢 就有很多的柜子 几乎乘以二 事实上大家可以想象 汇率都已经是四点多的快五了 乘以二是怎么回事 书店的通路有过一些讨论 然后事实上已经连去的公司 可是从文化部成立到现在 这一项诉求一直没有落势 成立台湾出版自由阵线 他们还宣示要在五月一号 劳动节当天 汇集出版业产业文化的劳工朋友们 一同参与凯道的劳工游行 呼吁文化人们站出来监督文化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